我叫吴品怡,今年24歲 曾經我是受陌生人默默資助的孩子 其實家裡的經營狀況沒有很好 以前在國小國中的時候是受到台灣世界展望會的資助 因為我想要替媽媽分擔佳績 所以我從小就開始打工了 做過像是流水溪、火鍋店、甚至是加油站 一路以來雖然辛苦 但也因此更早開始接觸社會想法也比較獨立 記憶中經常寫信跟感謝卡片給我的資助人 資助人回信中的文字總給我滿滿的鼓勵 小時候我總是想 為什麼會有陌生人願意不求回報的幫助我呢? 找到他之後我就覺得我應該要把這份愛傳承下去 所以讓我在大學剛畢業 然後而且開始有能力的時候 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幫助跟我一樣成長背景的人 直到成為資助人之後 我才意識到我真的長大了 走過這條路 我也希望我可以陪伴並告訴他 我已經經過了這些 不要害怕你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從受助到助人 這份資助是我生命蜕變的成年禮 開動作曲 導演來 감사합니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